这是我女朋友 好漂亮啊 根本就没有女朋友 是不是 什么意思呀 你这 我说简爱 你也太不仗力了 咱们这么多年的老同学 老朋友 你接这么大一单活 你 你几乎看遍了所有华南的工厂 就不照顾我们家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狗富贵 物相忘 虎讯都忘了 是的 你 我先接个电话啊 喂 对啊 我跟我老同学谈点事 你要不要过来啊 行 谁要过来 我女朋友 你谈恋爱了 不行 我 我要得显摆一下 什么 哎 这是我女朋友 好漂亮啊 还行吧 前几年啊 是外国语学院的笑话 谈多久了 几个月吧 不过双方父母都已经见了 这么快啊 看样子很快能够吃到你的喜糖了 那差远了呢 别把话题扯远了 反正这单呢 我必须得接 不过双方父母 还要求挺高的 还不高我还不接呢 杨阳跟你说实话 我办厂子不是为了混口饭吃 我 我那是要把那个厂子弄成国际化的大厂 所以这单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真的 对啊 这么说起来 看样子我们可以正式签合同了 必须得签合同啊 我不能替你办案回来 那我们所有的流程 都按照正规程序走 一定 不过现在说这个也太早了 双方父母那边呢 是要看了样一之后才能确定的 没问题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好吧 那 咱就提前 干杯 就是咱们做这一件衣服 成本需要多少 我们自己的好多机器也得改造 算上新天制的 至少二十万 一件衣服二十万 没事 不就是二十万了 那钱我说 这单如果拿下来了 这二十万算到成本里 还能算得过账来 但如果拿不下来 那就净亏了 咱们想开一点 钱都投进去了 咱要是再责不出来 就是说明咱们比较努力不高 对不对 对 这单要是签下来了 我在我的佣金里 再给你百分之二 行 姐姐 刘灵 妈 我等着你呢 你说我有事啊 你根本就没有女朋友是不是 什么意思呀你 你要是真有女朋友呢 还会这么帮着减少 我说对了 要是姐爱 知道我们有女朋友 她肯定不会让我帮她的呀 我 我跟你讲啊 你要是告诉姐爱了我 你放心吧 我就说我没有看错人嘛 你放心 我会继续挺你 还是阿娇最好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执逆 执逆 好了 我就想告诉你 继续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